啊 旅行者 可真是巧啊 凯瑟琳小姐 今天有什么委托吗 还有 你今天见到我们怎么好像格外开心的样子 因为今天早些时候我去神社球签 巫女告诉我说 最近适合意料之外的再会哦 凯瑟琳小姐会去神社球签 怎么感觉是非常非常稀奇的景象 不对 重点是你一天之内去稻妻跑了个来回嘛 这里可是离岳 哪怕是我 也偶尔会有些私生活的嘛 所以你说意料之外的再会 值得适合我们吗 谁知道呢 至少有了这份期待 就感觉见到谁都会很开心了 好吧 明明我们几乎每天都要见面的 凯瑟琳小姐开心就好 你是说 我理解你的心情 如果巫女所说的真能灵验就好了 你的哥哥 我是不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呢 看到你们好像有些沮丧 没事没事 卡瑟琳小姐 我们还是回到委托的话题吧 有没有什么适合我们的委托呢 嗯 正巧有一位矿工大哥的委托 似乎是关于层岩巨渊的调查 那边难道已经解除封锁了吗 啊 那么具体情况就让委托人再详细与你们沟通吧 他叫月辉 现在应该就在层岩巨渊的附近 好的 凯瑟琳小姐 那我们就动身了 嗯 向着星辰与深渊 哦 这次好像真的是向着深渊呢 祝两位好运 打开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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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啊 好吧 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前不久才拿到岑岩巨猿开采许可的矿工 手下有一些跟着我的兄弟 居然可以拿到岑岩巨猿的开采许可啊 嗯 玉京台那边终于也开窍了 在千燕君的保护下 开始准许一些仅限于前表范围的矿物开采 我们还是第一批 可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 矿工兄弟们都有些人心惶惶 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好像没听说过 嗯 这件事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只是有些诡异 有个兄弟在休息的时候 忽然注意到几个秋秋人神情恍惚地路过 而且这些秋秋人看都没看他一眼 只是静止朝着岑岩巨猿伸住去了 于是那个兄弟刻意留心观察了一段时日 发现时不时便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秋秋人难道也有好奇心吗 会不会只是来这边转转 不 诡异的地方在于 他发现来到曾言俱冤的秋秋人们 从来都是止境不出的 那些秋秋人的行迹永远都是单向的 进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出来 这段时间 类似的情况愈发频繁 那些秋秋人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他们后来怎么样了 会不会是在酝酿什么灾恶 这些念头在矿工兄弟们的脑海中不断出现 很多人都要把自己吓得发疯了 呃 我好像能理解 我要是听上去就觉得有些头皮发麻 是啊 可能源于未知的恐惧才是最深的恐惧吧 只有查明了真相 兄弟们才能安心干活 我们 我们真的要借这个委托吗 那个 宽宫大哥 让我们再考虑一下 喂 你也照顾一下我的意见呀 原来你是这样考虑的 嗯 那 那好吧 或许真的藏着什么 关于你血亲的线索呢 不去的话 你会一直很在意的吧 二位 决定要接下这个委托了吗 我可不想我的开采许可证就这么白费了 嗯 就当是我们也想满足一下好奇心吧 那可真是忘了大忙了 我这就告诉你们 那些秋秋人去往的大致位置 那可真是忘了大忙了 我这就告诉你们 那些秋秋人去往的大致位置 这只剩下幅就剩下ural。火花大门 防灯 这里是一座城市 在空中的 暴力的 一整座城市 看着这座城市 你会不会想起些什么 呃 是什么来着 对的对的 就是这个 又诡异 又是道理的 还有一些震撼的感觉 这样说的话 难道岑岩剧院的下面 真的会跟深渊教团有关吗 我们要想办法去调查一下 我也没料到 会在这里遇上你们 好久不见 戴音 不对 你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层岩剧院 层岩剧院 这里是层岩剧院之下吗 连我也未曾涉足过的地方 原来是这样 那次的相见与分别都有些仓促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而从眼前的这份巧合来看 命运确实欠你一个解答 应该不难猜才对 我之前又捕捉到一名深渊使徒的动向 并开始了追击 只可惜 那家伙被我逼入绝路后 又玩起了老把戏 我紧随其后穿过了传送门 果不其然 还是错误的地点 透过近期的一些经历 我只能推断深渊操控着的传送能力 似乎不只是点对点 而是一个完整的网状结构 传送门的对面 可能是传送网络中的任何一个节点 这由他们来决定 听起来和传送锚点也有些相似呢 总之 尽管那次我紧随着你的血清 进入了传送门 可当我认清四周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已经独自一人 身处那条疯魔龙的巢穴之中 哦 说起来 那颗第一台刚迪记的眼睛怎么样了 我已经安顿好了 在搞清楚那所谓命运的 织机计划的真面目之前 无需担忧它落入深渊之手 哼 你记住了这个名号吗 并非我有意隐瞒 这个名号曾沐浴着坎瑞亚的荣光 可如今 更像一种讽刺 一种诅咒罢了 作为见证了自己国度覆灭的宫廷卫队队长 我想我有理由不愿再提起这个名号 看来你的哥哥说的都是真的 我们曾是旅伴 那是一段怀抱着苦痛 不断搜寻命运的旅途 只不过 我们未能共同抵达终点 在你继续没完没了的发问之前 我有必要提示你 假如我对传送网络的猜测是正确的 刚刚我又恰巧被传送至此 那就证明在深渊教团眼里 此处存在着设立传送节点的价值 你是说深渊教团 准备在这里进行什么行动吗 这倒是跟我和旅行者的预感一样 那么 此时此刻的我们 很有可能正在被深渊窥死着 别 别这么说 我好像有一些毛骨悚然了 哼 明智 那边的岩壁附近似乎有火光 我们过去看看 这边有一些秋秋人生活的痕迹 会是委托里涉及到的那些秋秋人吗 委托 说起来你们还没告诉我 为何你们会出现在这里 一般的旅行者 可没理由涉足层岩巨渊之下 我们是接到冒险家协会的委托 来调查层岩巨渊内 秋秋人反常聚集的事件的 一路下来 终于在这里发现了线索 你们想要答案 诶 戴因知道些什么吗 碰巧知道 你们无法察觉一样也情有可原 此地的怪异 其实在于 这里的环境正在削弱诅咒的效果 诅咒 我记得之前说过 戴因作为卡瑞亚的国民 深重不死诅咒什么的 几百年来 诅咒带来的苦痛 依旧每天都在纠缠我 而来到此地 身体却感觉得到了片刻的喘息 此时此刻 我的身体也正在向我表达着强烈的意愿 那就是 留下来 削弱诅咒 这里为什么会有这样神奇的效果呢 这也是我想要查明的 不过据我所知 深渊教团还尚未拥有实现类似效果的技术 嗯 你知道为何秋秋人都戴着面具吗 因为 他们都在回避着自己如今的面貌 害怕着水中的倒影 毕竟那和他们记忆中的自己相比 太过丑陋 也太过绝望了 不死诅咒其实 也并非真正永久的不死 难道还有逆转的机会吗 不 而是在磨损的作用下 灵魂与肉体依旧会被消磨殆尽 哪怕不是以死亡这一形式 当那些秋秋人意识到自我的终结将至 似乎会本能地找寻一个安静又黑暗的角落 与几百年来的苦痛道别 而能够削弱诅咒效果的此地 对他们来说 一定是最好的灵鹫吧 居然 会是这样 闲聊到此为止 静静 怎么 怎么了 低息 刚才那些事 为什么忽然袭击我们 黑蛇骑士 曾隶属于坎瑞亚宫廷卫队 等等 宫廷卫队 他们曾经是你的下属吗 曾经是 可如今他们身上的强烈的诅咒气息 还有舍弃了所有荣耀的战斗方式 已经是深渊的爪牙了吗 先前进吧 呃 戴音 嗯 漏了一个吗 等等 你们先退后 它似乎有所不同 消失了 怎么回事 那个黑蛇骑士 难道是有话想说吗 怎么会 没有那个东西的话 如何能在五百年间保持自我意识 还有令人在意的 莫名熟悉的气息 如此绝望的灾变之中 本不应该诞生这种奇迹才对 就当是巧合吧 我们继续前进 往那座城市的方向 好像有股奇怪的力量包围着这座城市 没法继续前进了 按理说 附近应该有什么机关之类的 旅行者 拿出我们以前探索遗迹的本领吧 不必浪费时间 诶 卡瑞亚的技术 深渊力量的气息 再熟悉不过了 这些事物在我眼里 不过是虚幻的泡沫 我明白了 果然 深渊教团是想隐藏什么秘密吧 嗯 大英这家伙刚才表现得那么了解内情 难怪会被深渊教团针对呢 恐怕没有必然联系 走得越近 我越能确定 这些遗迹来源于更加古早的文明 只是被深渊教团结族仙灯了而已 更加古早的文明 呃 想象不出来 不过 这里的建筑结构 的确与过去的卡瑞亚有些相似 嗯 正过来会更像 走吧 那里有亮光 千万注意 别从前面的平台上十足掉下去 呀 黑手骑士 这里是他们的老窝吗 还是说他们在守护什么东西 或许 深渊教团想隐藏的秘密 就在这附近 先击败他们吧 这边也有黑手骑士 黑手骑士 等一下 他们好像 他们冲过来了 快应战 啊 这 这是 果然 这些黑手骑士与深渊教团的秘密无关 我早该猜到的 这些秋秋人究竟是怎么回事 如我先前所说 这就是秋秋人的结局 变得老化 卫光 甚至与黑暗逐渐融为一体 即便如此 诅咒依旧继续侵蚀着他们 可是为什么 这些黑手骑士 会那样守护着他们呢 黑手骑士们又回上来了 那个是 一开始冷不定出现又消失的家伙 他们都退开了 难道是刚才那个骑士 在发号施令吗 哈佛丹 喂 怎么搞的 你认识刚才那个黑蛇骑士吗 这样吗 若真是如此 那还真令人背伤啊 丹音 你想知道 他们为何留在这里守护那些秋秋人 对吧 那是因为 对这些黑蛇骑士而言 他们仅仅是在履行职责 我也是刚刚认出 方才喝退了其他骑士的 是往日宫廷卫队中的年轻精英 其名为 哈佛丹 是五百年前的人 我依稀还记得 坎瑞亚栽变当日 身为末光之剑的我 赶往皇宫之前 嘱托那位名为哈佛丹的骑士 转告所有黑蛇骑士 不论如何 守护好坎瑞亚的人民 诚然 我们有着宫廷卫队的头衔 但面对那种浩劫 王室 名流 平民 这些身份都已经失去意义 面对神明之力 大地上 只存在坎瑞亚人这一身份 或许在这些已经失去理智的黑蛇骑士心中 他们依然在为守护坎瑞亚人民而战 将这座遗迹视为灾难中的坎瑞亚 将那些秋秋人 视为正在求助的民众 正如我所听到的 他们口中不断嘶吼的 绝非是对他人的警告 那 他们说的是什么 尽管已经很难辨别 但我听得出 那是古坎瑞亚语的 快逃 就算是我也不得不承认 这份意志如此顽强 经历了五百年时光都未被磨灭 算得上是诞生自绝望的奇迹了吧 那 那我不是误会他们了吗 没什么 即使是我 也有那么一瞬间将他们视为敌人 朝着上面有光亮的地方继续前进吧 黑蛇骑士们应该不会阻止我们了 这个房间没有门阻的 看来终于可以前往中间的那个房间了 我们快过去吧 快看头顶上 居然有个水池 连池水都是倒置的 还真是奇景 你知道这个水池是怎么回事吗 呆一 水池似乎和整座城市是一体的 想必也是古文明的遗留物 关键在于 我认为削弱诅咒的效果 便是来自于它 伸出此地 躯体便会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宁静 感觉比之前更强烈了 我想多半是因为那池水 有着类似净化的效果 净化 那会不会那个水池里的水 可以彻底将诅咒净化掉呢 不可能 那么肯定 我保持着清醒于诅咒共存至今 已有五百年 没人比我更清楚有关诅咒的事 它是这个世界的因果级别的老印 神明的诅咒 甚至从位格上高于人类本身 我能感觉到 诅咒正在不断渗透我的一切 成为我的一部分 甚至逐渐取代我 有限的意志诅咒侵蚀 或许还有可能 至于净化 你就想象成直接 焚毁掉身体的某一部分好了 在那之前 你甚至无法保住性命 啊 那不就要一命呜呼了吗 怎么会这样 无法净化的诅咒 从这里感受到的池水 其净化效力还差得很远 只能勉强起到一些意志诅咒的作用 那下面这个装置又是什么呢 好像跟周围有些格格不入 坦白说 我也没见过这种构造的装置 你认为是深渊教团放置的 不无道理 莫非 他们是在做什么准备 吓我一跳 周围那些大门都被打开了 呀 是那个叫哈佛丹的骑士 你有话要对我说吗 哈佛丹 他走了 可这次不是突然消失的 是在示意我们跟随他 如何 你们要来吗 说的也是 那我们走吧 哈佛丹的身影 好像消失在这条路的尽头了 前面可能有他想让我们看到的东西 跟上去吧 前面是秋秋人营地的入口吗 我们进去看看 一处有些简陋的秋秋人营地 这里也有看起来很可怜的秋秋人呢 有些已经失去了生命气息 哈佛丹想带我们看的 就是这里吗 无论是或不是 这里都有仔细探查的价值 四处调查一番 别漏掉任何细节 这些秋秋人 完全没有生命的气息了呢 就快要和黑暗人为一体了 总是茶茶闹闹的秋秋人 原来是以这样的方式老去的 想想还真是不可思议 尽管和秋秋人之间没有太多好的回忆 但还是希望他们在最后的时刻 得到了安宁吧 这些箱子 一般来说是秋秋人们 存放食物的地方吧 好像 基本上是空空如也的 似乎秋秋人的生命 到了最后 是不需要吃东西的吗 如果是我的话 至少 肯定还是会想念食物的味道的 和普通的秋秋人一样 这边也有篝火呢 可是戴因明明说 秋秋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 会变得未光 莫非是在最后的最后 还是想要感受一下光明和温暖 呃 我只是瞎猜哦 也有可能是别的原因了 这么深的弟弟 怎么会有这样的花 是献给这些死去的秋秋人的吗 呃 你这么一说 我也觉得有些眼熟 是坎瑞亚的国花 阴提瓦特 曾盛放在坎瑞亚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这种花的花期原本只有两周 可若被人折下 带离坎瑞亚的土地 花瓣便不再生长 而且变得十分坚硬 直至回到故土之中 花瓣才会重新变得柔软 最终 泯于尘土 所以 因提瓦特也象征游子 寓意着 故乡的温柔 啊 那这种花出现在这里 也就是说 王子殿下 您终于同意了 过分专注地投入对抗天理之大业 反而淡忘了复国的使命 的确 我不该如此优柔寡断 装置极强晚辈 等待殿下您的吩咐 有多少把握 理论上的可行性 大概 算了 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 我们不也是一样吗 早已深处深渊了 对他们而言 与其活得毫无尊严 还不如早日回到循环之中 不要让他们继续背负 那些莫须有的罪孽了 您的决断 是教团的幸运 哥哥 你似乎看到了什么 能说给我听听吗 是呀 你好像愣省了好久 这是仅属于双子的奇妙连接吗 听起来 他们试图利用某些装置进化诅咒 可能就是之前我们看到过的那件物品 而且 他还提到了复国 对吗 这个顽固的家伙 果然还没有放弃 看来 教团计划接这一地点 进化秋秋人身上的诅咒 想令他们复原 从而作为坎瑞亚复国的根基 毕竟没有国民 便谈不上国家 愚昧至极 连百分之一的可能性都没有 我应该说过 作为与诅咒共处了五百年的人 没有人比我更明白 绝不存在什么救赎 诅咒是不可逆的 强行驱除诅咒的话 除了痛苦 什么都不会得到 所以要保持清醒 要反复告诫自己 那些已经不是人类了 执着于此 投入过多感情 只会越陷越深 最终像他们一样 陷入名为伪善的污泥之中 还是把心思 放在更值得拯救的东西上吧 也对 我们之间不过是雇佣关系 而他是你的血亲 你选择站在他身边 于情于理 确实没有问题 无论你做出何种选择 都不会撼动我的本心 阻止深渊是我所认定的路 如果无法达成共识 那不妨就此 这样吗 看来 我当初问你的三个问题 不是没有意义的 你已经找到独属于你的 看待这个世界的方法了 既然你吐露了真实想法 我也不打算继续隐瞒 目前比起单纯地阻止深渊 我更加在乎的是 绝不能允许深渊 以如此独断的行为 来践踏哈佛丹他们的遗愿 深渊随时可能出现 保持警惕 继续前进 从这里也能看到那座倒立的城市呀 不对 小心 喂 怎么怎么回事 是之前那个正中央的房间发出的光吗 眼睛好痛 一变还在继续 深渊已经动手了吗 带阴斯雷布 如此纠缠不休 居然还再一次联合了殿下的血清 之前没来得及确认传送网络 结果将你传送到这里 真是致命的失误 只懂得逃跑的懦夫 是谁给了你直面我的勇气 殿下的意志必须被落实 应当不惜一切代价清除干扰 这次一定要彻底地 将折磨这人民的诅咒清除掉 折磨他们的只会是你们 那些秋秋人身上除了诅咒 本就已经什么都没有留下了 我不会逃了 来吧 带阴斯雷布 如此可笑的意志 值得你用生命来拖延时间吗 你想坚持 那就是如你所愿 你追了这么久的深渊使徒 总算是干掉了 没空闲聊了 看来深渊教团的装置正在启动 现在敢去摧毁他还来得及 我们赶快过去看看 那个提升吃水净化能力的装置 来不及了吗 一定要让他们 都在极度的痛苦中了结生命吧 想办法 让那东西停下来 阿弗丹 你这样的话会 他一定要抢我们 那等我 让你启动 漏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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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 本以为会在一瞬间灰飞烟灭 哈佛丹的灵魂竟然如此强韧 爱事的东西给我闪开 你在看哪里 机会难得 你总算能除掉我了 不是吗 爱因斯雷布 干掉它 关闭那个装置 怎么办 把那个深渊斯多解决了 装置却还是没有停下来 哈佛丹他 不行 只要装置还保持启动状态 我们这些受过诅咒的人 就无法发挥出原本实力 只有你才是深渊的对手 如果你珍惜他的现身 就别在这里浪费时间 看到周围那些光线和传送门了吗 他们一定把能源装置分散安置在别处了 过去确认情况 要快 是要穿过那些深渊的传送门吗 喂 等等我 下一项工作室 那些球球人看起来真的很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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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结吧 快点破坏这些装置 结束球球人们的痛苦吧 修养蛇西 我们走吧 老实点 四周都按下来了 我们回去中央的房间看看吧 这下总算是把装置彻底关掉了吧 烧灼感消失了 我们成功阻止了深渊的计划吗 我再确认一下 戴因他其实很难过吧 昔日的战友以这样的形式再会 走吧 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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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